大家好我是阿七 昨天晚上快天黑来到了这个凉亭 这里属于青岛的寂寞 晚上就这里有一个水管一直在冒水 有点声音 然后就是虫子的叫声了 不然的话还是非常安静的 睡的也是非常好 昨天晚上今天的天气还可以啊 先洗个脸刷个牙 刷牙的时候这里看到了一朵花 现在早上的酒店多了 太饿了先去拿点东西吃吧 出太阳了 因为收东西的话也得最少半个多小时 然后才能去前面买东西吃 每天收东西就是最崩溃的时候 还没收好现在 马上都11点 11点半了快 东西的话是终于收好了 今天的话路程不是很多 50公里到达海洋市 白天这边没有人 到前面找个地方吃午饭嘛 这边好像没有 都是王冲 这里是东百里 然后在这里把这个垃圾 看到有垃圾桶 在这个海边不是风大吗 难道不怕这个瓦片被风吹走吗 这是跨海大桥 到海岸市区还有20多公里 山东省公路自行车冠军赛 山东省公路自行车冠军赛 这什么时候 海洋欢迎你 应该到城区了吧 我感觉路上没多少车呀 到达海洋中央海洋 我的快递就发在这个小区 应该在前面吧 看看在哪里 这里有一个驿站 自己拿吗 还是吗 我弟弟 你叫自己拿弟孩去洗 6-3 6-3 又买了这个欧包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得给它理一下 给它拆开放里面 不然的话没地方放 但是买的比上次要多一些了 是两倍 然后还送了几个豆浆粉 还是放到这个旁边 应该是来放一下 这边就是刚刚取快递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公园 然后在这里休息玩吧 里面有一个卫生间 我现在点了一个餐 餐已经到了 然后送一瓶这个水壁 太阳挺大的现在 有点热呀 看一下怎么样 鸡排饭 赶紧吃饭 饿死了 早上没吃 现在已经下午的快两点钟了 起了 五十多公里 直接到达这个海洋市 本来应该是出发的时候就吃饭的 在这里睡了已经 晚上就不走了 不过感觉这边买菜挺麻烦的 因为比较偏僻 好像这边 飞一下无人机 看一看周围的景色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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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夕阳落伤了 挺防的 看一下这个云 这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湖 今天晚上就在这个中央海岸旁边的这个冰河公园露营了 刚刚我去前面逛了一下 准备到那边那个广场去露营 这里的话是个停车场 然后是一个健身区域 月亮也已经升起 可以看到半个月了 往上帐篷就搭在这个角落了 明天太阳从这里升起 这个树的话能打一点太阳 早上不会太晒 这里是太阳落伤的地方 这个箱子我是留着用来装东西的 然后等一下把它给里面稍微整理一下 现在这个后卫箱里面的东西太散了 放的 每次都是感觉放的非常的杂乱 前几天下雨临场了 然后这次我买了一个雨布 现在还有一点量 先把东西拿下来 帐篷稍微搭一下 雨布的话直接拆开当地步用完 我以前都是这样用的 不下雨的时候就这样铺 然后当个地垫 下雨的话就把它拿起来 盖在帐篷上面 大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空间留的有点窄 得给它移一下 现在感觉有点移 但是勉强也能放进去 帐篷搭好了 然后把垫子垫一下 现在还不饿 等一下弄好休息一会儿 再来点吃的吧 再来点几天 也来点几天 再来点几天 或许多天 再来点几天 我家里面放的东西太乱了 把这个箱子给它利用 转立一下后的格局是这样的 我把这个移到上面来了 就是底下放的是那个箱子 装了一些东西 因为每次我感觉 之前放的有点低 然后都是其他东西都是堆在这个上面 每次一拿都拿好多都要全部放出来 现在这样的话就一拿 然后就可以拿出来往上充电 早上放进去都很方便了 这边放的就是一些吃的 然后这个是板凳 肯定是稍微比以前方便一些 准备先到帐篷里面休息一下吧 哎呀 哎 吃饭了吃饭了 刚刚晚上的时候稍微找一些有人在这边唱歌 这边还是比较偏僻的感觉 因为我点外卖就很少有店家能够送的 大部分都是四五公里之外都送不了 感觉这里也不算很偏 离市政府好像也就几公里 等着还是有点饿了 今天等于一天没做饭了 晚上的话是点了一个黄焖鸡 现在还是比较难搞 每天这个 视频拍的不吸引人呀 其实我每一次改变都是为了拍出更好的作品 包括这次出发 增加无人机压 但是感觉这种 没法说啊 反正挺难做的 两年多了 投资巨大呀 现在是 马上亏的是啥都没有了 包括也考虑过 但是可以说一直在考虑 之后到底应该去干嘛 想的再多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 第一条就是维持现状 哪怕走的慢一些 维持现状 第二条就是如果你想要做出改变 反正就得有实力的支撑嘛 那么 可能就得命令着去打螺丝 装一点实力 装点钱 你现在如果说 直接说 不做 直接打螺丝 我是没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直接打螺丝的话 它这个东西 只能够 吃个饭 打螺丝的话也就只能吃个饭 最多就吃的稍微好一点 但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是如果说你一直打螺丝 确实能够稍微存一点钱 但是存不了太多 完成不了 个人的一个目标 反正挺难的 接下来可能反正 要不就走慢一点 走得快的话就说明得要去打螺丝了 因为 如果你走得快一点 每天要加油的话 每天都消费一百多块 走不了几天了 那就说不定明天就得去打螺丝了 你看现在齐行嘛 反正 我感觉我齐行如果 拍摄的能力就已经在这里了 你想要就是把视频拍得更好 几乎就不太可能了吧 自我感觉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已经有了这个无人机相机 手机 就是说视频的设备方面 已经到底了 然后就是你个人的拍摄能力了 拍摄能力的话 其实 你已经拍了两三年了 你想短时间啊 突然有一个你说你拍摄能力多么多么好 不会的 两年多的拍摄能力就在这里了 这样持续下去 如果没有太大的提升的话 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有的人是他维持这样的拍摄模式 拍摄方法是因为 他已经就是说达到的这种 有人喜欢看到这种 他只需要维持学型 像我现在的话 如果说仅仅是保持目前的这种现状 没有任何用途 因为既不长不发亮也不长粉丝 甚至可以说再倒退吧 这也是因为我就说所说的就是我之前为什么 呃就是换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一个原因啊 包括我想换相机 可以加不认斤 都是想让这个视频得到一个提升啊 包括 换车啊 都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 数次弄下来 没有 可以说就是 没有任何效果 迷茫啊 兄弟们 反正再迷茫 生活还得继续啊